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糖尿病患者除了服用酱糖药以外 饮食的控制和食物的治疗,也是糖尿病重要的辅助疗法 最国外的研究发现,以下几种蔬菜最有升级的酱糖效果 第一就是苦瓜,古代的文献记载着 苦瓜可以治疗,消渴,也是相当于现在的糖尿病 而现在的医学研究发现,苦瓜的提取物有显著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苦瓜治疗糖尿病有效达到率80%,苦瓜中的苦瓜罩带 有非常明显的降血糖的作用,并且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 堪称植物的胰岛素,糖尿病人使用苦瓜,对稳定血糖确实有益的 但是脾胃虚寒的糖尿病患者,吃苦瓜就要失可而止了 以免血糖没有降下来,反而上的老脾胃 平时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汤,做菜,也可以晒干之后泡水壳 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就是桑叶,桑叶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桑叶中含有天然的生物碱 生物碱对身体还是有很多的帮助的 还有天然的化合物和桑叶多糖等等 天然生物碱,脱氧盐,抗霉素,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血糖 桑叶多糖能够促进于胰岛素的分泌 修复胰岛细胞 能够以后的帮助患者将血糖慢慢的稳定住 亲上的桑叶我们可以用来煮水喝 或者是煎鸡蛋吃 并且呢,我们可以把桑叶晒干之后用来泡水喝 每天吃上一点,喝上一点 血糖再也不会找泥了 第三,空心菜 空心菜含有十分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延缓散后血糖的上升 并增强饱腹感 空心菜中有类似胰岛素的营养物质 特别是紫色的空心菜 类似胰岛素的物质特别的高 经常吃可以有效的降低菜后的血糖 空心菜属于碱性的食物 含有大量的烟酸 叶绿素和维生素等关键的营养成分 最有提高人体抗病能力的功效 糖尿病患者吃了之后 有酱酸糖的效果 空心菜可用于辅助治疗糖尿病 空心菜兴凉 脾胃虚寒的糖尿病患者就不要吃了 第四,山药 山药是一种对我们身体特别好的食物 山药有酱酸糖的功效 那是因为山药中含有多巴胺 盐酸山药带 多种的氨基酸等物质 其中多巴胺最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能够抵抗肾上腺素和葡萄糖引起的血糖升高 中医认为山药健脾异味 滋胜润肺 糖尿病在恒大程度上与人体的肝脏 脾胃相关正好对应 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山药的时候 一定要减少主食的分量 第五就是洋葱 洋葱含有一种甲黄丁超的类似有机物 能在人体内生成有强力力尿作用的皮苦素 起到良好的加糖作用 并且洋葱还含有虎皮素和前列炫素A 能够很好地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的循环 能有效地防止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洋葱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比如说新元素等等 可以起到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食用 平时我们可以用来凉拌吃 醋泡等洋葱 洋葱切好之后不要冲洗 以免营养流失口感也不是很好 第六种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中含有很高的木耳朵糖 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木耳朵糖有明显的降糖效果 还有热血脂的作用 血糖高的人长期吃木耳 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抑制血腰板的聚集 是降糖的不二选择 行使我们可以用黑木耳和洋葱一起炒热吃 对于糖尿病患者都是特别好的 第七就是茄子 茄子中含有维生素B 维生素C和卢丁 能够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 对于改善糖尿病都有很好的作用 并且茄子还能够延缓糖尿病慢性病发症的进程 减轻糖尿病是网膜的病变 特别是紫茄子 其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P 对微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能够提高微血管对疾病的抵抗力 保持细胞和毛细血管壁的正常渗透性 增加微血管韧性还有弹性 能够预防糖尿病引起的失望膜出血 先使我们可以做一道 蒜蓉茄子 辣炒茄子 都是可以的 经常吃可以降血糖 茄子中含有的胡萝卜八件 能够起到很好的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茄子中含有胆碱 水粗碱维生素E等的营养元素 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 软化血管 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和分解 糖尿病患者适当地吃一些茄子 对生殿是非常有利的 第八 西兰花 西兰花不仅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更是富含珍贵的各种元素 这是一种被称之为 胃量元素的胰岛素的营养物质 可以改善胰岛素功能很有帮助的 西兰花属于高纤维的蔬菜 可以有效地降低肠胃对葡萄糖的吸收 从而降低血糖 除此之外 西兰花中含有一种叫做 胡萝卜硫素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可以预防体力的严正发展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能够起到改善血糖的作用 同时可以保证其他的器官不受损伤 上面给大家介绍了几种酱糖的蔬菜 血糖高的花热在药物治疗的同时 也要多吃一些有助于酱糖的蔬菜 通过药物和饮食两方面的治疗 让血糖控制在自己的理想范围内 长期的坚持吃一些酱糖的蔬菜 不仅能够使自己的血糖能够得到控制 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变得养成支持为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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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